不得大道忠实楼椅 王林历史千年 终于走完修道第一步 站在第二步打门之前 也找到了突破的契机 当年天韵子传下杀戮先决 让王林看到三千六百中神通 这些就是天韵子吞噬而来的大道 那么王林是否会选择如天韵子一样 吞噬大道突破亏念了 当王林名物契机之后 忍不住想要吞噬姚冰云的意境 只是在右手双指 碰在姚冰云眉心的刹那 突然一顿沉默起来 吞噬意境便是把对方知道 吞噬如此 却是与天韵子走出了 同样一条不归之路 可若不吞 却无法真正明误因果 使得因果之道 全部虚幻 无法真正的存在 王林罕见的 在一件事情上 如此犹豫 他并非怜悯摇冰云 而是在选择自己的道 这一步极为关键 此奈正道之责 修是一生 修得便是道 每个人的道都不同 随着个人的感悟与经历 道千变万化 世间一切皆可成道 天韵子曾言 其有三千六百化身 每一个化身 结束一道新术 这三千六百化身 便是其吞噬的三千六百之道 吞噬如此多的悼念 却最终还是尚未道成 数万年 没有踏入第三步 可若不吞 因果意境无法摸索 寻到不知方向 王林脸上阴晴不定 双目露出果断与灵火交替之色 右手在摇冰云眉心 却无论如何 也无法真正暗想 时间缓缓过去 不知不觉中 过去了三天 这三天王林好似度过了三百年 样子一下苍老起来 三天中 他的身体一动未动 没有心绪不断起伏 难难自于什么世道 仿若自吻 又仿若追寻 他并没有察觉到 体内的原力 在这三天中 从开始的缓慢运短 渐渐加速 在第三天时 几乎形成了一场风暴 最后更是透出体外 成了一个原力漩涡 赫然是黑白二色 这一切 王林全然不知 此刻完全沉浸在了寻道之中 原神也在不断寻觅问证 从太过雷龙的样子 慢慢蜕变 居然再次成为人体 盘膝抬手 仿若指着冒出 仿佛这一只 便是王林寻道的一生 清晨 跌缕阳光落在清灵星上 此行之上的凡人 纷纷从睡梦中醒来 持续淡淡的人生化墨 修士从打坐陆顶中 兔娜出扬灵气 只不过今日 天地灵气却极为活跃 逼往日浓郁数倍不止 所有修士纷纷大戏 立刻寻找地方打坐兔娜 渐渐的 有人发现若面冲东北之处 则兔娜之灵气会大为浓郁 于是立刻有人直奔东北方向而去 清灵星东北方 正是恒云山所在 此刻恒云山万里歪 已然存在不少修士 仿若朝拜一般打坐兔娜 恒云山顶 由天地之相幻化而出 黑白二姐弥漫 成了阴阳双语之相 让所有看到这一幕之人 纷纷有一种来自心灵的震撼 突然一道声音响彻 所有修士的灵魂 什么世道 这声音拥有着人生百态的藏桑 更有一股执着的追求 每一个听到之人 全部仿若雷击一般正在当场 恒云山上 洞府被风一吹 化作灰猛消失 留下的只有亡灵 于始终没有苏醒的摇冰云 二人上空 便是阴阳双语的黑白之相 仿若太极缓缓旋转 天地灵力随之而动 缓缓波及四周 若有大能路过此地 并会为之心经 这一梦在修道第二部人之中 被称之为梦道 传闻天地之初 有凡人名为庞祖 一梦得到 凝远古仙贫 留万载道心 可见天地日曰 亡灵此刻 正是在追寻 迷茫 阴症之中 沉浸在了一股梦境 整个人仿若脱离肉身存在 缓缓升空而起 以这种奇异的状态 亡灵感觉自己的身子 缓缓消散 与清灵性融为一体 仿若他就是此星 一处茂密的丛林之中 一条三丈大芒 卷起从身边越过的一头小兽 庞大的身子略意纠缠 那小兽体内立刻传出 喷喷骨碎之声 这大芒正要一口吞去时 却是身子漠然遗颤 看向远处天空 双眼透出迷茫 这不是道一声叹息 仿若风吹过 那大芒眼中迷茫消失 一口吞下小兽 身子游走之下 消失在了远处 从于外观的环绕 一对马车急驰 针着马蹄落地与车轮之声回荡 当前支车却突然停了下来 走下一个七八岁大小的女孩 怀里抱着遗物 却是一只腿部缠了绷带的小兽 正要将这小兽送回森林 女孩眼中透出无邪与不舍 在小兽头上轻轻摸了摸 此刻 女孩身后马车盖连掀起 露出一男一女二人 这二人均都是近中年 望向女孩的目光 露出了外 清风吹来 马车内的二人于远处女孩 眼中一片迷茫 四周车队之上的所有凡人 全部如此 唯独那小兽 突然发出充满敌意的声音 仿若望了自己受伤的右腿 热到女孩身后 冲着天空 不断低后 她眼中透出一股恐惧 却没有腿缩 突然 一道苍散的声音回荡天地 带着一丝若隐若现的明雾 天道无尽 大道无雅 善行之事 结下今日之音 日后自有循环 一声叹息徐徐传来 渐渐消失 小兽眼中露出迷茫 虽不明白那传入耳中的声音何意 但在声音落入耳中的刹那 她眼前好似看到了一幕 一个末年老妇 弥留之际 一头硕大凶手 从天而降 深深看了老妇一眼 张口吐出一股白气 弥漫老妇全身 随后离去 幻象消失 小兽眼中迷茫更浓 微风吹来 马车上的众人一一清醒 根本不知晓刚才的一切 那小女孩也没有任何查局 含笑中转身望着小兽 轻声到小黑回家吧 凡人进村落内 一个中年妇人 正指着身边失手 打碎此晚的孩童 大声训斥 那孩童极为委屈 站在一旁哭泣 却不敢自声 旁边一个中年汉子 张嘴想要说些什么 最终叹了口气 不再言语 此刻 轻风吹来 咒骂之中的妇人 眼泪露出迷茫 旁边汉子烟枪磕地的动作 也不由地顿了下来 没有那孩童 仿若没有发现这一切 哭泣中低声说道 娘 那晚本就有裂风 一声沧桑的长叹徐徐传来 倒入这碗 不圆满便有裂风 随时可遂 中年妇人眼中迷茫消失 继续指责孩童 中年汉子手里的烟枪 磕在地上 拿起后狠狠抽了一口 唯独那孩童 望着远处天空 好色看到一个叔叔 正踏着虚空而去 山水中 一个中年男子 惊慌急速而跑 身后一个黑衣女子 带着冷笑与仇恨追上 每次追近便抬起手中常见 狠狠刺取 在男子身上流下血痕后 便欺笑起来 轻风吹来 一脸恐惧的男子 眼中立刻茫然 身后的黑衣女子 也同样迷茫 又是一桩英国 苍散的声音回荡 带着叹息 远远离举 微风扫过 女子恢复清醒 冷笑中一箭刺取 砍下中年男子头颅 带着眼泪跪向北方 气声道爹 娘 孩儿报仇了 凡人的城市中 飘着细雨 一处处花散弥漫 心人匆匆 脚下的水迹 出现一圈圈连衣 仿佛每一个连衣 便是一场英国 融入天地之中 成为道的一部分 远处 一群身穿白衣之人 在哀乐中缓缓前行 棺材随而动 向着城门而去 哭泣之声回荡 四周显人一一避开 哭声中 有针有甲 有血有悲 清风吹过 带着沧桑的叹息 环绕在四周 亡可是英国尽头 一切的英国 可会随身亡而灭 声音回荡 仿若自闻 皇城中 千军万马直逼正宫 兵甲环绕间 一个身穿黄袍的 中年男子 怒视前方 身上还有一股浓郁的悲哀 下方兵马之中 走出一人 此人相貌威武 若仔细看 却与那黄袍男子 有些相似 黄袍中年男子 眼中悲哀更浓 一股清风吹来 四周所有兵士 立刻目中迷茫 这又是何种因果 轻弱的声音随风而去 弥漫天地 吹过一处处凡间人声 感悟着天道的变化 王林一路走来 不断印证自己的道 其中有迷茫有疑惑 也有不解 随着风 王林仿若做了一场梦 在梦中 他成为了清零星上 一切凡人走兽 他们的一言一行 全部被王林看到 感觉到 明悟到 他看到了婴儿出生 老者归须 父母亲情 爱侣倦目 看到了离别重举 人性之善 无尽之恶 到底什么是道 王林迷茫 看到了这一切 但最终却还是没有答案 他追迷寻找 不断印证 却越来越迷茫 清零星上的灵力更浓 带着一丝疑惑 凡突纳正 立刻便会沉浸 在一种玄妙的境界之中 仿若成为了清零星的一部分 他们的思维 被一股奇异的力量操控 深不由己地去追寻一种结果 王林的追寻始终持续 时间仿佛没有了尽头 始终弥漫天地 融入清零星 日落时 一处村庄私塾学堂内 众多孩童亦然离去 唯独一个少年童子在清扫 微风吹来 少年身子一阵 放下手里的扫把 转身走向先生居住之处 房门推开 一个双目睿智的凡人老者走出 少年望着老者 平静地开口 道未何物 老者一正 看了少年一眼 袖子一甩说道 老夫讲的是万无人伦 没有道 少年沉默转身离开 清风飘远离去 少年身子一颤恢复神智 脑中迷惑自己之前所行 小城内 一位德高望重 被众人敬仰的泄性老者 点起油灯 拿着卷手 正要看去 清风吹袭 有的忽明忽万间 房中多出一个沧桑的声音 你为此成德者 可知晓 什么是道老者面色瞬间苍白 手中卷手落地 恐惧颤抖地说道 你是人是鬼 什么是道 沧桑的声音再次回答 老者深吸口气强自镇定 产生道 老夫不懂 什么是道 叹息中 那声音远远消失 房间内恢复了正常 但这老者 却实在也没有心情读书 读成中学堂内 无数学生手持书卷 朗读人伦 前方一个身穿白衣的老者 右手扶去脸上带笑 就在这时 清风吹来 其中一个少年 立刻放下手中书卷 站起身子 平静地说道 先生你可知何为道 少年声音出现的一刻 四周顿时安静下来 老者面色不渝 沉生道这天 便是道少年摇头 坐下时身子一颤 恢复了正常 只有那风在无人察觉之时 吹出了学堂 风散清零 意识之间 整个清零星反人之中 几乎所有的德高之人 全部都以各种不同的机遇 被人问起了此话 只是最终回答各也 没有一个说得清楚 迷茫中 王林沉浸在梦境里 不断追寻 没有尽头 他仿佛可以化身无数 寻找着道德真意 这一日 那曾被询问的谢性老者 在家中辗转 久久无法静下心来 访而只去一静心 耳边立刻回想那沧散的声音 他长叹一声 拿起油散 在雨天中走了出去 这一句话 彻底的问住 什么是道 迷茫中 老者不知不觉 来到城围河畔之旁 河道上坐着一个老者 老者身穿缩衣 头戴斗笠 手中撒网 捕捉河中之鱼 谢性老者望着这一切 好似眼中没有焦点 难难自语什么是道 此刻 那缩衣老者呼喝一声 带着喜悦一把捞起欲望 其内有数条大鱼 不断拍动身子 那鱼张开嘴 试图吞下河水 眼中好似露出绝望 从他剧烈拍打的身子中 传出一股挣扎 这一幕仿若闪电 直接接中谢性老者 他默然一阵剧烈颤抖起来 只勾勾盯着网中 置于那老网的老者 这莫非就是道 我位于道为网和为天 那老网的老者 就是指两命运的造化 谢性老者心神剧阵中 却是在雨里 有狂风呼啸 弥漫天地 这狂风中 蕴含了一股天地之力 那老网的老者 吓得立刻松开网 坐在地上满脸彷徨 至于谢性老者 退后几步强自镇定 狂风凝聚 化作一人 正是王林 他低头看了一眼 那重新落入河水中 游走不断的鱼 眼中露出明雾 抬起右手一点之下 一道天地灵界 立刻融入谢性老者体内 那么 终于明雾的王林 会送这老者一场什么造化呢 点击关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